回忆过去前朝的国阵各成员党在选举的时候端出的竞选花招 常常会烧钱来举办很多可以让民众免费吃香喝辣的活动 包括办一些大型演唱会等等来拉拢选民支持 不过现在换政府了 公民素养已经教育全马来西亚人 对于过去国阵那一套每逢选举必定出现的 银弹策略必须更加警惕 而昨天晚上在森美兰波德森就有非政府组织在海岸旁举办了一场免费音乐会 吸引了超过2000人出席非常热闹 而这场活动的高潮就是波德森补选公正党候选人安华夫妇献身 这难免就让人质疑了 新政府是不是又走回国阵那一套旧路了呢 而主办方他们其实很快就出来灭火说 其实早在补选之前他们就已经要举办这场演唱会了 他们也欢迎所有的候选人到场支持 但是负责监督选举的竞选门2.0 还是发出呼吁 因为扮演唱会的经费不明 要求选委会展开调查 确保没有获选人在补选过程当中 利用这一场活动来拉票 舞台上灯光四射 马来摇滚乐手唱得激情 台下观众如痴如醉 周末夜晚波德森海岸广场难得涌进上千人潮 由安华粉丝俱乐部等组织举办的音乐饗宴 从晚上8点半嗨到凌晨12点 当然活动高潮就是有他的出现 公共党后任主席安华在民众簇拥之下步入会场 才刚坐下来欣赏表演不久 就被主持人Cue 好了 主持人问安华歌喉如何 开个玩笑的同时 公共党主席旺姐也刚好到场了 美其名是邀请民众来免费听演唱会 但后来好像是变成了 公正党竞选的秀场 只是安华比较会修饰用词 把他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 我们都是一家人 复制来波德森之后就变成了 安华很会跟相亲父老婆感情 希望大家接纳他成为波德森的一份子 好了 既然快要成为一家亲了 安华就顺道预告 来临的星期一 首相马哈迪就要到他们家来做客了 邀请相亲父老到时候 一定要出来见证这历史性一刻